好继续大家看到之前在秀林乡就发生 法院强制执行民众私有地的带地通行权 土地跟公路间是否有适当的联络道路 称为带地通行权 那么由于经过双方在法院程序上 一直无法达成协议 那么在花莲地方法院强制执行的当日 县议员居中协调之后是暂缓执行 带地通行权的目的是为了要充分发挥带地的经济效应 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 毕竟仅为了自己的带地权利 却让被通行的林地受到通行的损害 法律需要协调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为什么要三民 我人走我给你走可以 可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到法院告我 然后再叫我法院强制执行 我一定要给你走 你给你走这是我私人土地 你是不是要来跟我协商 英明法第787条第二项的规定 有通行权人应该与通行必要的范围之内 选择周围土地损害最少之处进行通行 但是对于通行土地因此而受到损害 必须支付补偿金 且通行权益也并非任意由通行权人 正于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决定 地主这边他有提出了很多的副案 看怎么去通行 他也愿意不让他的土地 大家做通行是没问题 但是今天的判决是让地主非常不愿意 是因为他的土地 声称从他的土地上面直接通过过去之外 而且法院在他的公文里面 并没有说那个使用补偿金的问题 或者是他果树拆除 或者是他的房舍拆除的一个补偿金 都没有提到 就这样子今天3月10号他们硬性要拆除 造成地主的很多的损失 所以说我希望说法院在于这个处理方式的话 他应该要怎么去办理 是不是要给人民一个好的一个沟通管道 带地通行权并非以带地者与公路友联络的路径即可 必须为通常使用的道路 而且必须斟酌该带地的位置 地势面积用途社会环境的变化因素 作为综合的判断 记者林杰 休林乡采访报道